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双色鸡蛋羹的做法 做出来的鸡蛋羹Q弹的就像果冻一样 非常好吃 我们先准备一小把菠菜 把菠菜煮来切成小段 放在开水里给它烫一下,去除橙酸 然后把菠菜放进榨汁杯里 少加一点精水 把菠菜榨上去 蘸生汁以后倒进碗里杯里 我们再切一些胡萝卜 把胡萝卜切成小块 也放进榨汁杯里 少加一点精水 同样把它蘸成汁 胡萝卜汁和菠菜汁差不多一样多 我们在碗里 用鸡蛋 把蛋黄煮成小块 把蛋黄煮成小块 把蛋黄直接加入胡萝卜汁里 胡萝卜汁里加了两个蛋黄 把蛋羹倒入菠菜汁里 加进去以后 它找个绿网 找一个绿网 把胡萝卜汁先给它过滤一下 用小勺子把表面蒸紫的肉 用小勺子把表面蒸紫来 这样煎出来的回样就很轻轻 我们热水上锅煮点黄焦 然后把锅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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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再去 因为这个锅放进去 然后变得 congress了 然后把它放进去 然后把锅放进去 然后把它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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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就一会儿 但是我们再度很浓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 这个体力做出来的鸡蛋跟鸡蛋跟鸡蛋 我们用小小匙把鸡蛋跟鸡蛋 特别的柔软 而且很稠弹 就像肯动物一样 调晃也不想拆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跟鸡蛋跟鸡蛋 加入了菠菜和鸡蛋跟鸡蛋 孩子多吃 这身体也非常好 如果你喜欢这种做法的话 就点个关注吧 这里是KR小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